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阳的笑容体气又温柔 不用着急 你可以多睡一会儿再来 我微微红了脸 好想快点见到你 因为大三课业繁忙 我们上一次见面 还是国庆假期 我也是 陆阳微微停顿了一下 忽然又说 我这次回家 可能会带个朋友过来晚几天 他是南方人 一直没见过北方冬天下雪的样子 很好奇 我敏锐地注意到 他提起这个人的口吻有些亲密 于是问了一句 男生还是女生啊 是一个学妹 进了摄影协会 和我一起采封过几次 她的态度很坦荡 我一开始也没多想 第二天去接人的时候 我见到了陆阳口中的学妹 她叫姚倩 人很漂亮 有着南方姑娘特有的轻盈骨架和精致五官 性格却十分豪爽 一见面 她就过来搭我的肩 转头问陆阳 学长 我怎么称呼你女朋友 叫嫂子吗 我不习惯和陌生人这样的亲密 皱了下眉头 看着陆阳 她果然察觉到我的不是 伸手拍掉了姚倩的手 撒开吧你 我女朋友不喜欢这样 她跟我同级 你叫学姐就行 姚倩捂着手背 似乎愣了两秒 然后乖乖叫我 学姐 回去的路上 陆阳问我 团子最近怎么样 又胖了 我妈说 让我多陪她玩一会儿 少喂点罐头 陆阳靠着椅背 笑起来 她就是吃起来没个限度 我等会儿去看看她 一学期没见了 不知道团子还认不认识我 我正要应声 姚倩忽然插话 学长 团子是谁呀 我们初中那会儿一起捡到的一只猫 一直养在我女朋友家里 出门前 我特意在车里放了一瓶 本地特色的橘子汽水 是陆阳一直爱喝的 她喝了一口 就放回侧面的杯格中 然而没过多久 姚倩竟然很自然地拿起那瓶汽水 拧开喝了好几口 我从后视镜看到这一幕 手下意识在方向盘上收紧 呀 拿顺手了 之前我爸也老把水放这儿 陆阳笑了一声 没在洞内停水 你可别认错爸爸 趁着红灯停车的空荡 我转头瞪她 结果陆阳伸手 附住我握着方向盘的手 低声说 好几个月没见了 怎么见面就瞪我呀 原本还有些不开心的情绪 因着这一下接触化为乌有 我轻轻摇了摇头 说 我妈一早就出去买排骨了 说你肯定想念她的手艺 我回家她都没这么隆重过 哦 陆阳脱长了调子 所以小李是吃醋了吗 觉得阿姨偏心我 陆阳 好了 好了 她像撸猫那样揉揉我的发顶 我妈还不是偏着你 从小就是 每次你来我家 她做一桌子菜 一颗辣椒都不放 我只能自己拿点辣椒酱出来拌饭 我承认 带着陆阳说起过去的事 多多少少带着一点故意的成分 可能是直觉吧 见面的第一眼 我就不太喜欢摇倩 显然陆阳也察觉到了这一点 停车那会儿 她趁摇倩下车 偷偷凑到我耳边 不高兴了 放心 只是普通朋友 绝不会动摇小李在我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我们下车后 姚倩忽然笑着说 学长和学姐的感情真好 羡慕 陆阳回头看她 羡慕就自己谈一个 不敢不敢 现在渣男太多 我怕自己识人不清 不过 如果是学长这样的 我可以 陆阳挑了挑眉 有合适的人选带过来 我替你把把关 姚倩定的酒店 就在我们小区不远处 分别后 我抿着嘴唇 自顾自往前走 陆阳追上来 抓住我的手腕 可怜兮兮道 属下又惹公主殿下不开心了吗 之前说好 见了面 要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今天还没抱呢 我停下脚步 转头看着她 这不是怕抱了 刺激到你学妹吗 话音未落 我就被陆阳扣住腰身 一把烂进怀里 管不了她 她将脸埋在我肩窝 小声说 三个月没见面了 好想亲你 我和陆阳的人生 从很小的时候起 就是一起度过的 从小学到高中 我们甚至上下学都同路走 高考结束后 陆阳在学校的紫藤花墙下 跟我表白了 一切都顺其自然 又水到渠成 结果填报志愿的时候 阴差阳错 我们被不同的学校录取 我留在本市 他去了千里之外的长三角 一开始 我并不觉得 异地恋有什么关系 我们之间 有着十几年的感情基础 和共同记忆 哪怕不朝夕相处 也有说不完的话 课不忙的时候 陆阳会飞回来看我 相处三五天后又回去 那些因为异地 而产生的轻微陌生感 会在见面的一瞬间 消失无踪 我带着陆阳回到家 开了门 团子奔跑过来 却又在几步之外的地方停下 缩成一团 有些无措地看着我们 陆阳丢开行李箱 蹲下身 怎么 三个月没见 就不认识我了吗 我拿起桌上的猫条递给他 团子慢慢蹭过来吃碗 又绕着他脚边撒娇 吃过午饭 我和陆阳帮我妈洗了碗 一前一后进了房间 我刚关上房门 就被他抓住手腕 抵在门板上 反锁一下 小李 下一秒 灼热的吻就印了上来 我闭上眼睛 让自己专心投入 外面却传来敲门声 青青 小杨 出来吃点水果 我吓得差点跳起来 陆阳眼中的笑意 却愈发明显 他说 好 阿姨 我们等会儿就出去 随后打开行李箱 翻找给我带回来的礼物 我坐在床边 眼尖地看到箱子一角 有个粉红色的陌生小包 刚拿起来 就被陆阳一把拽了回去 别乱动 这是姚倩的相机 我有些愣住 他的相机怎么在你箱子里 哦 他箱子小 东西放不下 就塞到我这儿了 明天给他拿过去 陆阳不慎在意的应声 然后把他准备的礼物 拿给我看 是一条软乎乎的围巾 还有最新款的iPad 你不是说要考研吗 拿去看网课 我抱着平板 说不上来心里 是开心还是茫然 陆阳家就在马路对面的小区 他父母还在外地没回来 所以他在我家吃完晚饭才回去 出门的时候 外面下雪了 陆阳不让我再送他 下雪了 太冷 你早点回去吧 我站在楼门口 抓住他衣角 小声说 反正你家没人 要不今晚就住我家吧 沉默片刻后 陆阳还是摇了摇头 没事 好久没回去了 我也要把家里打扫一下 我折返回去 和我爸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间隙里 拿起手机 随手点开朋友圈 却忽然愣在原地 十分钟前 陆阳发布了一条新动态 是他站在路灯下 与雪相衬的侧影 配姿势 好久没看雪 我的高中同桌张思彤在下面留言 回家了呀 是清清给你拍的吗 陆阳回复他 不是 我挣了好一会儿 踩点进去 给陆阳发消息 你没回家吗 他没有立刻回复我 我坐在沙发上 团子蜷缩 在我身边 睡成一团 我有一搭没一搭地 揉着他的脑袋 直到手机震动了一下 心底漫无边际的情绪 好像忽然凝成了具体的形状 回去的路上 姚倩给我打电话 说他想拍下雪的晚上 我就给他把相机送过去了 现在到家了 他回复我 怎么还不睡觉 再等你的消息 然后陆阳直接给我打来了语音 小李 时候不早了 你应该睡觉了 本来心脏就不好 还熬夜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流的缘故 他的声线里带着一丝沙哑的鼻音 我沉默了一下 你喝酒了 喝了一点 那会儿和姚倩出去拍雪 他很兴奋 跑去买了罐啤酒 结果自己没喝完 我只好 他说到这里 语气忽然顿住 像是意识到自己说漏了什么 气氛一时无声 安静地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 片刻后 我轻声说 陆阳 我觉得我好像不认识你了 电话挂断 我回到卧室 躺在床上 湿神地盯着天花板 脑中却在不断地回响白天车里的画面 姚倩是那么自然地拿起陆阳喝过的饮料 就好像在此之前 她已经做过无数遍 这个学期 我和陆阳只见过国庆那一次 而在之前的无数次聊天中 她从来没有跟我提到过这个人 门外忽然传来动静 有远极近的脚步声之后 房门被敲响 小李 你睡了吗 进门后 陆阳说 朋友圈我删了 那个酒 我没有和他喝同一罐 问店员要了个纸杯 我已经跟姚倩说了 她来就是为了看雪 现在雪看过了 又快到过年 让她早点回家 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 我还是没什么反应 只是沉默地揉着手里的毛绒玩偶 那也是好几年前 我过生日时 陆阳送我的礼物之一 好一会儿 我终于开口了 你能把她删了吗 可以 陆阳答应得毫不犹豫 她拿出手机 当着我的面 删掉了姚倩的好友 又在床边坐下来 轻轻揽住我 轻轻 别生气了 她说 我盼了好久 才盼到回家后 见你这一天 再坚持一年 一年后 我就回来了 她极少极少这样叫我 声音又温柔地不像话 我的心一瞬间就软了 后面的整个寒假 我几乎都和陆阳逆在一起 异地带来的距离感 就这样一点点消失无踪 开学后 因为要开始复习准备考研 我不得不减少和陆阳聊天的频率 有好几次都是我开着视频 然后在这边看书做题 一抬头就看到她在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四月 陆阳生日 我专门跟学校请了假 飞去恩氏那边找她 去之前我并没有告诉陆阳 所以当我站在他们学校南门口 拿出手机准备给她发消息 去迎面状上挂着相机 正在说说笑笑的陆阳和姚茜时 我和她都愣在了原地 我转身要走 陆阳飞快地追上来 语气无奈 小李 你好歹听我解释一句 我转头看着她 面无表情地说 好啊 你解释 上午摄影协会有采风活动 离开的时候 我的相机落在草坪上了 姚茜说她的帽子也落下了 我们一起回去找了东西 所以就单独落在了后面 她说着 拿出手机给我看群聊消息 的确 四十分钟前 陆阳在群里艾特了另一个人 让他带队先回学校 说自己要回去找相机 可怎么就这样巧 我的手在背包带上 无声收紧 后面的姚茜却跟过来 一脸歉疚 不好意思学姐 你千万别误会 我不是故意和学长单独一起的 陆阳皱着眉 转头道 你不会说话就闭嘴 姚茜正在原地 眼中闪过一抹委屈的神色 对不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她烦躁地揉了揉眉心 你先回去吧 我红红女朋友 我突然想笑 然后就真的笑出了声 陆阳 你在干什么呀 我说 就这么会演吗 要不要我给你俩帮个奖 天边太阳已经在缓缓西沉 火红的光芒照在陆阳脸上 她眼中忽然多了极抹倦意 别闹了 小李 她说 我和姚茜真的什么都没有 难得见一次面 别搞成这样好不好 我忍住声音里的哽咽 所以你把她的好友加回来了 对吗 是 我是加了 那是因为上周我生病在医院 校园卡刷不出来 她替我垫付了医药费 所以我把钱还给她 陆阳的神色发冷 她拿出手机点了几下 递到我手里 来 你看吧 我和她除了转账 还有说过话吗 上周你生病了 我默然正住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忙着复习做题 我怎么敢让你担心 和你视频的时候 想多说几句话 你都用看书刷题打发我 陆阳轻轻叹了口气 小李 我知道 学业对你来说很重要 但我们好歹在谈恋爱 你也抽空关心一下我 好不好 我捧着她的手机 低头看去 屏幕上 只有孤零零的两条转账 和收款信息 除此之外 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 你要是觉得不高兴 我现在也可以继续把它删掉 陆阳 陆阳伸手要拿过手机 我小声说 算了 你别删了 他大概是听出了 我语气里的歉意 片刻后 定了定神 冲我张开双臂 来吧 抱一抱 那天晚上 陆阳陪我住在学校外面的酒店里 他亲了我很久 却在最后一步前杀住车 翻身坐起来 我去喝杯水冷静一下 事实上 因为我想把那件事留到婚后 在一起的这三年 我和陆阳始终没有走到那一步 但这个瞬间 不知道哪里来的冲动 让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别去 陆阳转头看着我 暖黄的灯光下 他轮廓分明的脸 看上去格外魅惑人心 小李 他轻轻动了下猴结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他的嗓子哑得不像话 语气带着令我心颤的危险 我又退缩地收回手 拉起被子蒙住脸 算了 陆阳低笑了一声 我不急 留到我们婚礼那天吧 第二天是陆阳的生日 我陪他去了海洋馆和山顶缆车 到了傍晚 他叫了几个摄影协会的同学 说之前约好要一起吃个饭 结果等见了面 我才发现 这群人里竟然有姚倩 明明昨天才确认过 他们之间并没有别的联系 但看到姚倩笑嘻嘻的脸 那一刻我心中还是无可避免地涌上了一股不舒服 去吃火锅的路上 忽然有个人拦在我们面前 对着陆阳和姚倩说 我是歪大摄影系的学生 出来实习采风 感觉两位真的是很般配的一对 能不能给你们拍一组情侣照片呢 我猛然转过头 才发现走在另一边的姚倩 几乎贴在了陆阳胳膊上 他扑斥一声笑出来 边笑边说 好啊 好什么好 谁要跟你拍 陆阳冷着脸说 你傻了吗 我女朋友还站在这儿 开玩笑没分寸 姚倩落落大方地看着我 对不起啊学姐 话虽然这么说 她眼中却并没有一丝歉意 还有人跟我解释 嫂子你别生气啊 小姚她就是这种 大大咧咧的性子 拿谁都当兄弟 陆阁对你的一片真心 那绝对是日月可见 我抿着嘴唇 有些茫然地说 是吗 那个瞬间 我只觉得陆阳离我格外遥远 明明路边的灯光照在她身上 明明我们已经认识了整整十五年 可她的眼睛好像浸在无银的深海里 我看不清她眼底的情绪 也看不清她的心 回过神的时候 我们已经坐在了火锅店 姚倩和其他几个人说笑着点菜 而我身边的陆阳正握着我的手 轻声叫我 小李 清清 我眼睫颤了颤 你为什么不推开她 她凝视着我的眼睛 如果我说没注意到 你会相信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相信或者不信 又或者让她和姚倩绝交 甚至不顾场合大闹一场 都没法疏解我内心涨潮般 渐渐慢上来的负面情绪 最终我也只是低下头 算了 算了 相不相信 都算了 吃过饭 他们起哄着 在附近的民宿定了几间房 说今晚不回去了 去玩几轮桌游 直接住外面 结果真的开始玩之后 无论姚倩拿的是什么身份牌 她都很明显地在保陆阳 最后 拼车的其他两个人摔了牌 指着姚倩骂骂咧咧 你会不会玩呢 跟她妈护儿子一样 护着你男朋友 要谈情说爱 玩什么游戏 滚去酒店啊 陆阳捧着下河 声音很冷 她不是我女朋友 哦 原来是个女舔狗 姚倩拍阿尔起 会不会说话呀 你说 谁舔狗呢 我们平时都这么晚 爱着你什么事了吗 刚才在火锅店 她喝了不少酒 眼睛里都是阴暈的醉意 眼看那两个人更生气 剩下几个人 赶紧站起来打圆场 场面乱成一团 我心里的情绪 终于淹没到顶点 豁然站起身 头也不回地走了 陆阳一路追过来 刚进房间门 他就抓住我的手腕 解释道 他喝醉了 脑子不清楚 陆阳 你知道吗 我深吸一口气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冷静 从几个月前 这个人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 你就一直在解释 解释他和你之间的种种行为 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有没有想过 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 可以直接杜绝这种情况出现 陆阳闭了闭眼睛 所以李清清 因为和你谈恋爱 我必须不交任何异性朋友是吗 异性 朋友 我又想起之前 他在视频里轻描淡写的说 只是个学妹 不重要 不知不觉 他心中的天平 已经天翻地覆 可分明才过去了两个多月 在我忙于考研复习的时候 在我没法实时陪在他身边的这两个月 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他和姚倩又单独接触了多少次 哪怕仅仅只是作为朋友 被错认为情侣的时候 姚倩是那么自然又大方地应了时 是不是意味着 这样的是在此之前 还发生过很多回 陆阳 我轻轻地说 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结婚那天了 他好像被这句话刺激到 眼底的光猛地沉下去 我去找他说清楚 可以吗 他咬牙切齿 一字一句 我现在去跟姚倩说清楚 我会和他绝交 不会再跟他多说一句话了 可以了吗 这样你会满意吗 李清清 陆阳摔门而去 一声巨响过后 房间里只剩下淡淡的酒气 我想起来 刚才吃饭的时候 陆阳也喝了酒 原本他朋友端着酒杯 也要来和我碰 被陆阳拦下来 我女朋友心脏不好 不能喝酒 明明他都记得 明明我来 是想给他一个惊喜 我在床上全缩成一团 无声痛哭 不知道哭了多久 我渐渐睡了过去 直到很久后 一个机灵 猛然惊醒 手机显示时间 是凌晨五点 房间里空空荡荡 没有陆阳 哦对 他去找姚倩了 然后一整夜没有回来 我感觉自己 整个人都有点发抖 咬着手指 不知不觉越来越用力 直到指节传来尖锐的刺痛 我才松开牙齿 坐起来开始收拾东西 去机场 回家的时候 时间已经是中午 心脏跳得极快 太阳穴一跳一跳的痛 我撑着桌面大口呼吸 勉强找了两颗要吃下去 然后倒在沙发上 睡了过去 直到被一阵门铃声惊醒 我睁开眼 短暂失神片刻后 慢吞吞地走过去开了门 本来以为是我爸妈 可站在门外的 竟然是陆阳 彻底清醒过来 我就要关门 他却用手抵住门 强行撑开 我也因此得以看到 跟在他身后的摇倩 冲我扬起一个挑衅的微笑 小李 你听我说 陆阳大概是醒了酒 有些焦急地看着我 昨晚的事情 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啊学姐 昨晚学长来找我 说他很在乎你 生怕你误会 所以不打算跟我再来往了 姚倩语气无奈 其实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我知道学姐没有安全感 但太阳穴又开始突突地跳 我攥紧门把手 努力压制声音里的颤抖 你能带着你的学妹 从我家门口滚开吗 陆阳 我们分手吧 她看着我 眼神凝滞片刻 像是不敢置信 李清清 姚倩还在后面煽风点火 学姐 你们千万别因为我分手 我历生呵斥 你给我闭嘴 关你什么事 场面乱成一团 团子跑出来 发出警告的咕噜声 跳在姚倩身上 一爪子挠在了她脖子上 啊 她尖叫一声 陆阳揪起团子 她回头在陆阳手上咬了一口 被她猛地甩开 一声沉闷地响后 团子从墙边滑下来 躺在地上抽出了两下 然后就一动不动了 声音卡在喉咙发不出来 我扑过去 把团子抱起来 她是只圆滚滚的 血团式的长毛猫 但此刻浑身的毛乱糟糟的 嘴边躺出一抹刺眼的星红 我整个人将在原地 有那么一瞬间 像身处漫无边际的荒野 耳畔只能听到凛冽的风声 很久很久后 我迟滞地抬起头 看向陆阳 她嘴唇颤动了两下 眼底的光一瞬间灰暗下去 小李 别这么叫我 我好像失去了全身的力气 我嫌恶心 真的恶心 陆阳 我把团子抱去了医院 她浑身僵硬 医生说头骨骨裂加上脑出血 已经就不回来了 其实团子是初中那会儿 我和陆阳一起救助的一只流浪猫 当时下着大雨 它被卡在下水道井口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 才把它弄上来 后来我们谈恋爱了 陆阳还说 等我们结婚那天 就给团子买个小领结带上 让他走在前面做花筒 比起陆阳 团子好像更喜欢我 只要我回家 他就会奔过来 在我脚边蹭来蹭去 甚至跳进我怀里 把头埋在我胸口轻轻撒娇 哪怕陆阳拿着猫条 他也没对他这么热情过 永远极近的脚步声过后 我听到陆阳的声音 在我头顶响起 小李 团子 我抬起头 眼神失焦地看着他 你叫什么团子啊 陆阳 是你摔死了他 现在又在问什么 从他眼睛的倒影里 我清晰地看到自己 如今的样子 满脸恨意 陆阳好像被击溃了 他在我面前跪下来 声音颤抖 是我的错 小李 我们再去救一只猫 我在陪你救一只猫 我正要说话 眼神忽然落在他肩侧 那里有一处鲜艳的红痕 好像有只无形的大手 扼住了我的喉咙 又或者被进入湖底深处 我几乎快要呼吸不过来 好不容易缓过神来 我竟然笑了 陆阳 你是不是没注意看呢 你肩膀上还有吻痕呢 他抬手捂住肩头 微微扯开的衣领 下意识到 这不是昨天晚上 然后再也没说话 宠物医院空荡荡的走廊里 只剩穿堂风的声音 所以你们之前就睡过了 是不是 他没有回答 只是绝望地看着我 陆阳 太脏了 你太脏了 后来发生的一切 像是胶片电影里掉针的画面 陆阳默不作声地跟着我 我懒得驱赶他 只是沉默地安葬好团子 在他墓碑前放了一束小厨局 和他没吃完的罐头 回家后 我爸妈把陆阳拦在门外 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的缘故 他们见到陆阳 从来都是笑眯眯的 我第一次看到 我妈对陆阳发火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到底对清清做了什么 她甚至想扑过去动手 被我爸一把抱住 她看着陆阳 语气冷冰冰的 你回去吧 清清不想见你 我不会让你再踏进我家一步的 那天晚上 我做了好多直离破碎的梦 梦到七岁那年 我刚上小学 阴差阳错和陆阳坐了同桌 梦到十岁生日那天 她惹我生气后 我板着脸一天没理过她 陆阳买了个双层蛋糕 带来找我 笑着说 小礼小礼 谁也不理 梦到十四岁那年的雨天 我和陆阳蹲在下水井旁边 焦急地看着里面的团子 梦到十八岁的夏天 我和陆阳站在紫藤罗花墙下 接受那场早在意料之中的表白 我以为我会穿上婚纱 和她一起走到红毯的尽头 我以为距离不是问题 真心可以阻挡一切 我以为十多年青梅竹马的情分 总能战胜四年里暂时的分离 都是我自以为 从朋友到恋人 我人生中最年轻灿烂的十五年 都和陆阳绑定在一起 回顾任何一个片段时 几乎都有它的存在 我们之间几乎是密不可分的 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 伴随着阵阵春雷的声音 我惊醒过来 从储物室拿了个袋子 我开始收拾东西 从七岁到现在 陆阳送给我的每一件礼物 满满当当装了两大袋 全部装完 天已经完全亮了 我拎着袋子下楼 却在单元门外看到了陆阳 他浑身湿淋淋的 完全被雨水浇透了 好像是在雨里站了一整夜 见到我 他哑着嗓音叫 轻轻 轻轻 只要你原谅我 我什么都可以做 我当着他的面 把那两大袋礼物丢进垃圾桶 转身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那你就去死啊 去地下给团子赔罪 我就原谅你啊 从前我一直觉得 陆阳的眼睛很漂亮 浅褐色 像是被阳光照着的通透琥珀 但当这双眼睛 盛满无可挽回的悔意和痛楚时 却像一滩污浊不堪的泥泞 陆阳 你知道吗 我一字一顿地说 我本来换了考研的目标学校 这次去恩氏 就是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的 你怎么这么脏啊 就这么忍不了吗 你和姚倩才认识多久 就迫不及待地和她睡了 不是学妹吗 不是异性朋友吗 别说了 小李 他眼睫颤动两下 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 那只是意外 是回学校后 有一次影邪去郊区的别墅团建 他喝醉了 哭着来质问我 为什么删除他的好友 但我没想过和他有以后 小李 我只想过和你结婚 是啊 你没想过和他有以后 你只是享受这种偷欢的刺激 不光这样 你们还要按捺不住地来我面前炫耀 你知道我喜欢你 以为这种喜欢能让我会原谅你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路阳 我们认识了15年 整整15年 恋爱这三年 是我最开心的三年 哪怕我们一年见面的时间 连之前的四分之一都没有 可是一想到未来漫长的几十年 我们都会在一起 每度过一天 我都觉得离那个美好的未来 更近了一步 可你不这么想 姚倩喝酒了 你也喝酒了吗 只不过是异地的第三年 你就已经耐不住寂寞 未来那么长 婚姻那么琐碎 是不是以后 还会出现无数个姚倩 他看着我 眼睛里是灰败的绝望 但我确定 我是爱你的 小李 或许吧 但我现在看到你只觉得恶心 甚至忍不住的 我抬起手 重重地甩了他一个耳光 希望你滚远一点 别再来骚扰我了 不然我会报警 又或者杀了你 和你同归于尽 要把陆阳的痕迹 从我生命里删除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家缓了几天后 我回到了学校 摄友看到我 吃了一惊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他担忧地伸出手 叹了叹我的额头 轻轻 你生病了吗 我迟滞地摇摇头 圈住他的腰 轻声说 发生了一些事 但我现在说不出来 他安抚地摸着我的头 没关系 你想说的时候 随时跟我说 晚上他去食堂买饭 给我也带了一份 我拆开袋子 忽然听见他迟疑的声音 轻轻 我回来的时候 看到你男朋友 在宿舍楼下站着 你们 吵架了吗 我的手在筷子上 僵了一下 随即尽量保持 声音的平静 我分手了 他压了一声 沉默了两秒 小声说 对不起 无论是社友 还是班上的同学 凡是与我关系 稍微熟稳一点的 都知道 我有男朋友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提起来 他们甚至表示过羡慕 那你们之间 岂不是自始至终 都只有彼此 那时候 我害羞又骄傲地 扬着唇角 应声 是 由自身推论 曾经的我完全相信 陆阳和我一样 没有过别的念头 多可笑 在购物软件的收藏家里 我放进去很多 婚纱和西装的链接 还有婚礼上的 各种装饰布置 我总是想 虽然离那一天 还有很远 但东西繁多又琐碎 一点一点 亲自挑选也好 那天晚上 我躺在宿舍的床上 把收藏家里的 八百多件东西 一件一件删除 删除的时候 我没有流眼泪 只是不住地回响 这三年 也并不是没有人 对我表示过好感 只是在他们 刚开口的时候 就被我拒绝了 大多数人 也都很有分寸 礼貌地道别后 就离开 只有一个体育生 不依不饶地 给我送花送礼物 又堵在图书馆 和宿舍楼下 非要我和他试试 最后他恼羞成怒 你真的以为你男朋友 没有过别的心思 男人最了解男人 三年时间 说不定他背着你 偷吃了多少次 可我完全地相信陆阳 因此只是不在意地笑笑 如果这么猜测 能让你卑劣的心好受一点 我也不介意 我是那么相信他 我怎么那么相信他 第二天早上 我和摄友去上课 还未散去的晨雾里 陆阳已经站在了树下 我以为他会走过来 会和我说点什么 可他动也没动 只是站在原地 贪恋又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往后的半个月都是这样 他好像没有回去上课 也没有再理会其他任何事 摄友好像明白了什么 每次见面 都会很谨慎地 把我护在身后 警惕地瞪着陆阳 有一天宿舍聚餐 他喝醉了 回去的路上见陆阳 还等在那里 指着他大骂 你做对不起轻轻的事 那会儿怎么一下 都没犹豫呢 现在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你后悔什么 又来装什么大情圣 我呸 陆阳沉默地看着我 过了几天 学校组织八百米体测 小时候我心脏不好 后来吃了很久的药 才差不多和正常人一样 我跑得很慢 但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心情沉郁 影响了身体 跑完后 我撑着膝盖急促地喘息 忽然眼前一黑 栽倒下去 朦胧中 有人抱起我 一路小跑 他身上的气味 好像曾经很熟悉 如今已经很陌生 最后 我在校医院的病床前睁开眼 看到满脸担忧的舍友 和不远处站着的陆阳 我一下就明白了 那个送我来医院的人是谁 沉默片刻后 我跟舍友说 你先出去 我跟他单独说两句话 他很担心地望着我 我摇摇头 没事 等他离开后 陆阳往前走了一步 看着我 小李 我忽然抓起床头柜上的水杯 用力砸向他 他不闪不闭 任由玻璃杯砸在他额角 然后落地 碎裂 鲜血一滴一滴地躺下来 疼吗 我看着他 甚至是笑着的 你在干什么 觉得我该感激你 还是希望我原谅你 陆阳抬手擦了下额头 再看到有血时 眉头都眉皱一下 别再来找我了 如果不是因为 看在你爸妈的面子上 我早就报警了 他看着我 眼眶一下就红了 半晌 才从喉咙里 挤出一团浓雾式的 晦涩声音 我们再也没有以后了 是吗 小李 你为什么要在一切 都无可挽回后 才想到 你跟我本来 可以有以后呢 我闭了闭眼睛 在睁开时 让自己尽可能 平静地看着他 陆阳 我以前真的喜欢你 我在收藏家里 放了很多 我们婚礼上 备选的戒指 衣服 花环 半手里 我在全心全意地 走我们的路 沿途的任何风景 都不能吸引我 可你被吸引了 你驻足了 停留了 为了那么一个 烂人 我继续说 恨不得把那些天 感受过的痛苦 都倾倒给他 我想过 把那件事 留到我们结婚当晚 可能我们都会很害羞 但你一定 还是引导我的那一个 我们还会有一个孩子 我希望是个女儿 长得再高一点 然后你可以教他打篮球 在那些因为见不到面 而思念疯长的夜晚 我都在想这些 而你呢 你在姚倩的床上 他痛苦地捂住脸 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 求你了 小李 我看着他 轻轻笑了一下 其实前几天 姚倩加了我的好友 那些被你删掉的聊天记录 他都发给我看了 还有他相机存储卡里 你的照片 你和他的合照 他的眼睛里 像卷起一场海啸后 剩下的狼藉 灰败凌乱 又不见生机 我第一次看到 陆阳哭得这样伤心 懊悔和绝望的情绪 像被吹到最鼓障的气球 几乎把他整个人都填满了 从他喉咙里发出的沙哑哭声 就好像困瘦的嘶吼 曾经他也在我面前掉过眼泪 只有一次 是高二那年 他在球场上受伤骨折 我慌里慌张地跑过去 看到他红着眼圈 却咬着牙 不肯发出声音 我心疼得要命 于是哭了出来 哭得惨到极点 最后还要陆阳反过来安慰我 但那都是以前了 是我们都永远回不去的以前 此刻看到他落泪 我的心里一点感觉都没有 只觉得厌烦 你走吧 陆阳 别再来打扰我了 我还有很长的未来 也会有婚礼 有孩子 只是这些都和你无关了 我和陆阳之间 有着太多回忆 无论是漫长的温情与爱意 还是短暂又激烈的恨意 他们已经构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 我不可能完全割舍掉 只能带着记忆继续往前走 夏天结束的时候 我找了家纹身店 让人把团子纹在了我手腕那侧 回家的时候 在小区门口碰到了陆阳 他坐在长椅上 仰着头看向我 轻轻地说 小李 我知道你看见我就恶心 所以我要搬走了 灿烂的阳光落在他身上 将他本就苍白的脸色 照得几乎透明 那一秒 好像时空重叠 回到过去 十七岁那年 他坐在学校的长椅上 被阳光照着 冲我招招手 小李 过来 我送你个礼物 不是没有察觉到 似乎在我们已经分开 我已经厌恨他至极之后 陆阳对我的爱 反而要更加深刻和持久 而我只觉得荒谬可笑 如果早知有这一天 当初又何必做出那些事情 搬走就搬走吧 我面无表情地说 不用来跟我告别 我是真的不想见到你 他嘀嘀地笑了一声 嗯 好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我真的没有再见过陆阳 一直到我考研上岸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 才有一个陌生号码 发来一条消息 恭喜 没有备注 没有落款 但我还是莫名猜了出来 就是陆阳 最后 我删掉了那条短信 又拉黑了他的电话 读研的第二年 我认识了一个男生 叫赵旺川 他是隔壁医学院的研究生 在医院实习时 正好碰上我去检查 他和曾经的陆阳 完全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人 陆阳的爱肆意又张扬 表达也万分热烈 可赵旺川总是温柔 又沉默地望着我 他的眼睛 好像能包容我的一切 他也看到了我手腕的纹身 但什么也没问 一直到我硕士毕业那天 他才在毕业典礼上 跟我表了白 回家时 由新晋为我男朋友的赵旺川 陪我一起 他把工作也找在了我老家那边 但我妈似乎还有别的心事 犹豫了好几天 他才告诉了我 关于陆阳的消息 或者说死讯 半个月前走的 查出来的时候 已经是淋巴矮晚期了 他没有化疗 就是偷偷跑回来了一趟 看到你现在和小赵在一起 就离开回了趟学校 好像是毕业后总是喝酒 作息也不规律 身体就垮了 我原本在挖西瓜的动作 一下子顿住 过了好久好久 才找回声音 我知道了 周末的时候 我和男朋友抽空回了趟高中 长椅还立在操场边缘 那一排柳树下 看上去已经很旧了 我把手伸到扶手下面 轻轻摸索了好一会儿 终于找到了17岁那年 路阳发现的凹槽 当初他说 要送我一个礼物 然后把我叫过去 指着那地方跟我说 你有事没事 就过来找找 说不定我会在里面 放一点惊喜小礼物呢 后来他果然说到做到 我陆续在凹槽里 发现了香水小鸭 被蜡封好的小纸条 以及一枚小银剑 就像童话里的寻宝故事 而这一次 我摸出来的 依旧是一张被蜡封起来的纸条 打开来 上面只有短短一句话 再见小礼 这次我真的要去给团子赔罪了 男朋友好奇地凑过来 问我团子是谁呀 就是我闻在手腕上那只猫 他察觉到我情绪不佳 抱住我 小声问 那留纸条的人呢 我把纸条揉成一团 扔进一旁的垃圾桶里 一个无关紧要的陌生人 故事二 我在医院守着生病的儿子 景照却陪当年凌辱过他的小太妹过生日 第二天傍晚 他才匆匆赶来 后来我心灰意冷提出离婚 景照暴躁撕毁协议 我不同意 我安静地看着他 如果我原谅了不该原谅的人 那经历的痛苦就是活该 离开后 景照陪无辣不欢的新欢吃水煮鱼 疼得胃病发作 他半夜哼哼唧唧给我打电话 老婆 要放哪了 儿子接了 声音童真中透着真挚 爸爸 妈妈和新爸爸在浴室忙着呢 你不可以打扰哦 夜里打台风 小然发起高烧 我顾步的外面风雨交加 开着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车赶到医院 抱着小然往里跑 伞被吹飞 我不小心滑倒 有对夫妻好心过来服 见我浑身湿漉漉 手臂擦伤 女人有些不忍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带孩子来 孩子罢呢 男人拉住他 无声说了句什么 看口型 像在说单亲妈妈 我苦涩笑了笑 早习惯了 自从景照创业后 成天忙着巩固江山 他说我在家带儿子 他就负责赚钱养我们娘儿俩 事实上 景照做到了 从出身寒门的骄傲学霸 成了商场上人人尊敬的景总 不用再为了撒瓜俩枣 看人脸色 更不用为了在寒冬腊月 跟我同享一杯泡面 感到愧疚 儿子打完针睡着了 我按亮手机屏幕 景照那边依然无法接通 都五句时代了 在哪可以失联 我想起白天翻到的那条朋友圈 嘴角扬起一丝自嘲的笑 那条朋友圈是顾双发的 地点在某海岛 内容是你征服星辰大海 我征服你 顾双是我和景照的高中同学 小太妹一个 仗着家里有点小钱 就爱欺负同学 当年 她看上了清冷学神景照 整天穿着露腰的校服 明晃晃在她面前纠缠 可景照的酒鬼 父亲早逝 母亲生病 哪有心思放在以你情势上 顾双不乐意了 觉得景照清高 找人砸坏她家窗户 把作业本丢到厕所 最夸张那次 她把景照逼到小巷子 命令她从小混混胯下爬过去 否则就不归还从她包里抢走的班费 那应该是景照最屈辱的时刻吧 我看不下去 不知哪来的勇气 拿起石头扔向小混混 让景照有机会逃脱 顾双怀恨在心 叫人对我动手动脚 好在我表叔是警局的人 把他们关起来教训一顿 事情才告一段落 时隔多年 顾双家道中落 她没考上大学 到了一家小公司当销售 在酒桌跟景照重逢 彼时的顾双 早把一头黄毛染了回来 收起桀骜不驯的乖张 换上笑脸陪酒 一开始 景照没有搭理 架不住顾双脸皮后 一次次求上门 为了抢几万块的订单 摆出卑微的样子 跪下求人 景照跟我说 她现在的样子好见 直到某天 她不再让人 把顾双赶出公司 我问 以前她把你欺负得那么惨 为什么还给她单子 景照谋中有些不屑 就当施舍路边的狗 我以为 景照是想报复 将昔日受过的屈辱 一点点从顾双身上还回来 可实际是 他们见面的次数多了起来 顾双总以谈生意为由 约景照去骑马 攀岩 冲浪 这些活动 她以前不爱参与的 连带我去旅行 陪儿子参加亲子活动 都觉得浪费时间 景照总说 时间要花在刀刃上 趁年轻多挣钱 很多时候 都是我独自带儿子 参加学校活动 上小提琴课 去游乐园 儿子的幼儿园毕业典礼 他把我们送到学校门口 结果接了个电话先走了 后来才知道 是顾双捅了娄子 他赶过去收拾 景照对曾经霸凌过 他的人破例了 一次又一次 或许连自己都没发现 顾双以工作之名为由 把他带出安全范围 一起去玩刀尖跳舞的 极限运动 只为追求刺激和新鲜 我劝景照别去 他推开我 只是为了工作 可是 有谁会为了谈生意 不顾天气预报的提醒 在台风天出海 仅仅因为是顾双生日 他想玩刺激的海上冲浪 就赌台风不会来 四日傍晚 景照才匆匆赶到 看着病床上睡着的亲生儿子 他的眉间闪过一丝愧疚 抱歉 手机掉水里了 没收到信息 是吗 我无声地笑了 昨晚风浪那么大 就算知道儿子病了 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赶回来吧 四日察觉到我的不悦 景照侧头想闻我的病脚 一阵狂野的香水未袭来 我恶心地躲开 景照攥住我的手 怎么了 我摇摇头 把手从他温热的掌心抽出 景照脸色有些不好 下次不会了 那一刻 情绪好像攒过了头 我忍不住发火 承诺做不到的事情 就不要开口 就像儿子出生时 他答应回来陪产 但最后为了拿下客户 景照不得临时不出差 就像我每年生日 如果撞上重要会议 他依然选择后者 理由是他自己都不过生日 没必要为了行事 错过公司发展的每一个机会 我理解曾经一穷二白的他 对成功的渴望 可我不能容忍 他在有钱后 对顾双生出无限纵容 尤其是为了儿子 小然终于醒了 景照伸手去摸他的头 可孩子下意识躲开了 没办法 景照出差太多 很少陪伴 父子关系不是很亲密 景照没有泄气 难得拿出耐心 给儿子讲海上冲浪的时候 看见了大鱼 还许诺等他好起来 就坐上刚定的游艇 一起出海 小然很高兴 男孩子嘛 都是喜欢跟爸爸一起玩的 然而 景照一向讨厌奢侈的花费 当初结婚 他为了省钱 没有举办婚礼 还说钻戒是片情侣的把戏 不如黄金保值 买游艇的操作 怎么看都不像他的作风 看着父子俩拉钩 我强忍下心底莫名的烦躁 他过来还住我的腰 老婆 你不是一直说想海钓吗 有了游艇 就可以经常出海 景照当了几天好爸爸 准时下班 回来陪他玩玩具 但我看出了他的心不在焉 手机隔三差五地响 最后到阳台接了个很长的电话 等他回客厅 儿子翻出过生日时收好的装饰 兴致勃勃勃地说 爸爸 明天是妈妈生日 我们一起布置家里吧 景照身体僵了僵 忘了说 我明天出差 没关系 反正不是第一次 我随口敷衍 他好像有点慌 等我回来 游艇也到了 到时我叫上公司的人 一起给你办派对 第二天一早 景照已经离开 小然见我情绪低落 一天都很乖 她摘下阳台的花 用心包好送我 还画了一幅 一家三口 做游艇出海的花 我们一起吹蜡烛 吃蛋糕 小然亲亲我的脸蛋 要是爸爸 也能像植物一样就好了 为什么 这样就可以种好多个爸爸 一个工作赚钱 一个陪小然打篮球 还有一个陪妈妈过生日 我哭笑不得 哄睡小然时 夜已深 电话响了 对面传来 顾双略带醉意的声音 柳叔摇 听说今天是你生日 你老公不在家陪你过吧 哈哈 因为他在我房间睡着了 对了 景照要买游艇是我提的 还答应用我的英文明命名 他吹了一声口哨 跟当年一样欠奏 我努力压制怒火 让景照起来听电话 顾双声音挑衅又得意 他刚刚体力运动过大 睡着了 那你打这电话是什么意思 没呀 就是他喝酒时 不小心说漏嘴 说你在床上跟沐鱼一样 太没劲 我失去耐心 听说你为了拿订单 跟不少男人睡过 所以是打算用一点 朱唇万人长的身体 去征服别人老公吗 他好像被刺激到了 柳叔摇 你凭什么看不起我 要不是我家道中落 你以为能拿下景照 这个潜力股吗 你不知道吧 高考完那晚 他刚跟你表白完 初吻就给了我 现在是拿回属于我东西的时候了 能被抢走的都是垃圾 少来恶心我 不等他说下去 我挂了电话 顾双心高气傲 被羞辱后 气得连发好多张照片 佐证所言非虚 有意气风发 被他搂着飙车的警照 有穿泳裤 跟他在海里细水的警照 还有浮在他胸前熟睡的警照 我死死盯着屏幕 指尖划过警照 笑得自意的脸 他不爱拍照 尤其在公司起步后 更是忙得没空陪我 何影少得可怜 可此刻 这个情绪内敛的男人 在顾双面前 彻底卸下冷峻的伪装 我想起创业初期 警照说过 书瑶 等我有钱了 一定带你环游世界 弥补你陪我吃过的苦 那个说永不背叛我的男人 那么快食言了 怎么能这样 他把承诺对我的好 统统嫁接到 另一个女人身上 猴头好像被什么堵住 心也好痛 警照到家的时候 过了凌晨十二点 见我还没睡 他习惯性朝茶几看了一眼 桌面没有像往常那样 摆着一碗炖汤 或者一杯解酒蜂蜜 而是散落了很多张 顾双发来的精彩照片 包括高清无麻打印的床照 我默然看着他 偷情好玩吗 警照表情大变 脸上有着被人撕开遮羞布的愤怒 你跟踪我 跟你说过 我最讨厌见到泼妇歇斯底里捉奸 我失笑 你被顾双下骨了吗 明明是你们先做坏事 居然反过来指责我 他捏了捏眉心 假装放松 坐到沙发上换皮鞋 不管你信不信 虽然我们玩得很疯 但确实只有一次 我在外面工作压力很大 为了你忍了那么久 喝醉酒犯一次错不算死罪吧 你看我身边的王老板 李老板 哪个在外头没有小情人 我被他死鸭子嘴硬的态度激怒 按你的意思 在老婆生日当天 跟别的女人上床 还有理了 两酒沉默 警照先退一步 好了 这次算我不对 不会有下次了 你不是想环游世界吗 等游艇回来 我带你和儿子出海玩玩 我闭着眼睛深呼吸 好不容易吐出一句话 警照 我们离婚吧 他猛地起身 满脸不可思议 你疯了 知不知道 以我现在的身价 每天有多少女人拼命扑过来 现实一点 就像顾双说的 你没工作 家里房子车子全是我挣的 难道你舍得净身出户 一无所有地离开 原来 功成名就的丈夫 敢跳出婚姻红线 是受人点拨呀 我重重甩了他一个耳光 警照 你个王八蛋 当初要不是为了照顾你妈和儿子 我会退守家庭吗 警照眼神闪烁 我知道 那是他心虚逃避的表现 我抱着枕头去了儿子房间 小然的睡眼跟亲爹很像 年少时的警照 轻瘦挺拔 冷淡的眉宇间透着一股傲气 作为他的同桌 我遭到很多女生妒忌 他们在课后找学霸警照解题 他冷脸拒绝 唯独把耐心给了我 女生都是喜欢被偏爱的 我不例外 为着这份独一无二 我跟警照报考同城 颈母腿有点瘸 身体也不好 警照只能靠讲学金和课外兼职 维持生活 他每周来找我 兜里常揣着一袋温热的红薯 或者我喜欢的糯米瓷吧 某次看到社友收到富二代男友送的昂贵礼物 他愧疚不能给我更好的物质条件 我捂住他的嘴 不能这么说 我看中你的潜力 将来要百倍回报 不久 凭借敏锐观察力和高智商 开发出功能出色的社交软件 他自尊心强 放不下面子推广 我不忍心他的成果作废 厚着脸皮在各大校园宣传 那是个很冷的冬天 我怀揣着一腔热情 自掏生活费买小礼物 哈着白气逮住路人下载 路的尽头 细碎雪花落下 清冷少年定定看着我 他说 有朝一日等我有钱 绝不辜负你 那是我们甜蜜的时光 是彼此为唯一 可随着公司越做越大 他变得很忙 忙到没空陪我过生日 忙到无法参与育儿 婆婆患癌那几年 全靠我一人照顾 警照说他出钱养家不假 可我也有出力 哪有这么欺负人的 熬干了全职太太的价值 到头来把人贬得一无是处 太阳从西边升起 警照笨手笨脚 准备了早餐 鸡蛋煎得浇了一半 牛奶冲得寡淡无味 小然不知爸爸为何突然现殷勤 有点受宠若惊地吃完了 见我不为所动 警照把手机放到我面前 上面是他发出去的短信 顾双 你见不见 明知我有老婆儿子还勾引我 那晚喝多了 才把你错认成我老婆 以后再骚扰我太太 别怪我把你公司的订单全撤掉 顾双的回复 全是卑躬屈膝的道歉小作文 他莺莺解释 不是有意破坏我的家庭 如果我不解气 他可以三跪九扣求原谅 难以想象 嚣张跋扈的大小街 在警照面前卑微到这种程度 警照贴在我耳边低语 我把顾双赶走了 以后绝不跟他联系 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你说过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生长在单亲家庭 只要你乖乖地不提离婚 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我猛然将住 我爸走得早 妈妈为了养家 常把我丢在学校 调皮男生欺负我的时候 我总会想 为什么所有小朋友都有爸爸 为什么我没有 是我做错什么吗 我害怕那种没人要的感觉 发誓将来一定要给孩子完整的家 在这点上 警照属实拿捏住我的软肋 我能猜到 警照不想离婚的原因 他跟婆婆相依为命多年 同样尝过单亲家庭的苦涩滋味 不想儿子重蹈覆辙是一方面 关键 关键长久以来 警照习惯了我的顺从稳定 习惯了儿子乖巧听话 习惯了家里总有一盏温暖的灯等他 温柔且值得依靠的妻子 给足男人礼子和面子 夫妻关系恶劣到水火不容之前 他不想动离婚的念头 沉默成本太高 况且在男人观念里 只要道歉了 女人原谅了 事情就可以翻篇 可对女人而言 是每想起一次丈夫的背叛 都要在心里鼓起勇气 重新原谅一次 不是他们认为的一锤子买卖 那阵子 警照一下不忙了 没有开不完的会 也没有去不完的应酬 早上起来帮我打下手做早饭 晚上有空陪小然看画本 洗白白 连小然都说她变了好多 不是只出现在手机的爸爸 那天我在网上写简历 警照不知什么时候出现 你想出去上班 小然要上小学了 我不能一直跟社会脱节 我说过会养你一辈子的 我轻吃一生 顾双不是还笑话 我是靠男人挣钱的家庭主妇吗 我养你 分明是世上最毒的情话 警照扯了扯领带 有些烦躁 当养尊处优的父太太 不好吗 多少人羡慕不来 出去还要看别人脸色 我定定看着她 警照 别忘了一开始 我也是能力跟你比肩的名校大学生 要不是接踵而来的生活琐事 我不会接受当一个没地位的家庭主妇 你妈临走前说过 怪她的病耽误了我 不过 那时儿子也体弱 我不后悔权宜之下接受的夫妻分工 由你负责养家 但你不能因为站在赢者的一边 就全盘否定我的付出 听说我在找工作 大学好友梁家发来信息 私语公司招人 有个位置很适合你 我的心歌登一下 私语是我的学长 跟警照一样 也在校园早早创业 为了偷师 我曾加入私语团队 他教会我很多 注册公司 管理财务 拟定合同 这些技巧 在警照创业初期 几乎全用上了 后来 察觉到私语对我有些与众不同 生怕被警照误会 我草草离开 见我犹豫 梁家推了一把 什么时候了 还想着为渣男避嫌 他说得对 以我乏善可陈的工作经验 如果不是熟人认可 很难进大公司 时至今日 警照的公司做得不小 还有精于算计的律师必胜团队 有朝一日 若真的对不公堂 拿什么征服养权 当一个人失去经济能力 等同刺猬露出肚皮 乌龟朝天睡觉 所有的危险都会靠近 难道真让小然喊顾双后吗 或许看清这一点 警照才料定 我不敢轻易找他闹 梁家是事业行女强人 看着我恨铁不成钢 心疼男人会倒霉一辈子 看你错过许多晋升机会 我苦笑 年轻时相信爱情 根本想不到 为家庭牺牲最大的那个 最后会成为炮灰 我硬着头皮去思雨公司面试 书瑶好久不见 他笑容清浅 温润如玉的样子 仿佛还是当年那个 耐心教我做事的学长 我放松下来 坦言离开职场多年 业务不熟 思雨定定看着我 世上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我不是一点急通的聪明人 但胜在细心和负责 以前一起共事时 思雨说过欣赏我的品质 新来的阿姨打来电话 景太太 不好了 小然午睡醒来后 爬上桌子摔倒 脑袋重重磕到地上 流了好多血 思雨见我慌得手脚发抖 主动开车送我 到了医院 医生说没有脑震荡 小然垂下毛茸茸的脑袋 妈妈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我后怕又生气 阿姨说你爬得老高 想干嘛 我偷听到 妈妈跟梁阿姨打电话 你说没钱没工作 就不能 跟我在一起 压岁前藏在书房的 佩奇存钱罐 我只想永远 留在妈妈身边 我的心一阵酸涩 孩子还小 但对大人的世界 未必全部了解 况且小然聪明 敏感 不会迟钝到 看不出父母关系的变化 她说 幼儿园好朋友的 爸妈离婚后 被白雪公主的 独后妈天天骂哭 生活从来不是童话 有多少光鲜亮丽 流于表面 就有多少丑陋真相 藏在暗处 我把小然紧紧抱在怀里 见我一脸担忧 思雨主动提出 书摇 放心不下孩子 开学前让她到公司 怎么行 作为没站稳脚跟的新员工 私自带娃上班 说出去影响不好 思雨似乎看出我的心思 我让司空和她一起玩 我愣住了 没想到多年过去 思雨还把她哥的低智商儿子 带在身边 难怪梁家感慨 亲哥英年早逝 嫂子弃子出国 思雨那条件 要不是应当脱油瓶侄子的亲爹 不知多少女人想把她拿下 第二天 我带小然上班 果然看见司空 她歪着头看了我一眼 拍手大笑 摇摇木马 思雨笑了 书摇 就你第一次见面 没嫌弃她是傻子 还带她去游乐园玩 后来 她常拿你们做旋转木马的照片傻笑 我唏嘘不已 那时她肉嘟嘟的 怎么瘦了这么多 她得了癌 日子不多了 啊 对不起 我浑身皱凉 小然眼睛 也湿湿的 她知道奶奶死于癌症 离开前住了很久医院 妈妈 大哥哥是不是要去摘星星了 小然浮在我耳边问 那是我给过她关于死亡的解释 不管怎样 我们让哥哥开心起来好不好 她脆声声硬着 拿着口袋的玩具跟司空分享 司宇毫无保留的帮助 让我很快熟悉业务 在司空病情稳定的时候 小然就在办公室陪她画画 看着一大一小在认真讨论 心性是蓝色还是银色时 我看见司宇眼里闪过心疼和不舍 警照对我上班的态度嗤之以鼻 认为我坚持不了太久 甚至怂恿刚入职的我 请假晚几天 她给小然看新游艇照片 爸爸 你的船有名字吗 警照去了我一眼 声音有些发虚 叫 Sunny 妈妈生日在夏天 所以取名阳光号 不等我去思考 为何这个名字会带来熟悉感 她说 抱歉 西北大客户想体验出海的感觉 下次再带你们去 我耸耸肩 心想 不用找理由搪塞拒绝更好 可小然很失望 睡前掉了几滴眼泪 抱着我脖子抽气 爸爸就是个大骗子 我拍着他的被安抚 呼得想起 小时候 尽管我为梅爸爸伤心 但比起一次次被至亲欺骗 似乎感觉会好些 警照当然不是去见大客户 顾双的阳凤阴违 超乎他的想象 他卯足进享上位 不断发照片 过来刺激我 我的三位号下水 纪念爱船第一次扬帆起航 我想起来了 顾双上学时随意的英文名 就是这个 我心狠狠抽动了一下 难为警总了 为了掩饰传明的由来 不计我生日的人 逼自己想起我生于盛夏 见我不回复 顾双变本加厉 越是正经的人 骨子越闷骚 读书使你老公表面看不上我 等我主动投怀送抱 还不是把我抵到墙根 吻了许久 你床上花样有我多吗 劝你主动放手 免得最后输得一败涂地 顾双的嚣张 不减当年 在他眼里 我仍是当年那个家境 远不如他的单亲家庭 女高中生 要不是早早下手 哪来资格当警太太 我面无表情 保存她发的新床照 这一切 会成为法庭上 争取小然的武器 到底真心爱过 我不能对警照的背叛 毫无波澜 见我低落 小然往我手里塞糖 妈妈 难过时吃一颗 谁教你的 司空哥哥 他说很痛很痛的时候 司爸爸就给他一块糖 或者一颗巧克力 司空情况不好 司宇花了很多钱给他治病 成效甚微 我有点悲伤 生死面前 其余都是小事 司空想去游乐园再看一眼 他虚弱 坐在旋转木马上 以前 司爸爸常带我来这里 小然唯唯唯唯唯 我爸爸一次都没有 以后 让司爸爸一起带你来 小然大着胆子 跟司宇拉钩 回来时 他说 妈妈 我觉得司爸爸很好 生病了 会陪司空哥哥去医院 难过了 会带司空哥哥吃冰激灵 可我爸爸 一次都没陪过我 还老放鸽子 跟妈妈吵架 同为创业者 司宇不比警赵忙吗 那一瞬间 我想起一句话 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警赵回来时 我平静拿出离婚协议 我不会签的 我扔出 顾双发来的照片和录音 警赵有些狼狈 用力攥住我的手腕 柳淑瑶 那你怎么不坦白 你去的是司宇公司 那又怎样 他在大学时 觊觎过你 知不知道避险 如果不是你 先去旧情人公司 我会一气之下 跟他出海吗 看着警赵 歇斯底里的样子 我觉得荒谬 马上辞职 凭什么 就平难难地 对你贼心不死 顾双查到我们公司 遭遇最大危机那次 是他为了你财 私下找人帮忙投资 我一时难以置信 当初 分明是人脉关系 颇广的良家帮忙 没想到他找来的幕后金主 是私语 把工作辞了乖乖在家 我们的是一笔勾销 以后我不会见顾双 明明是他不忠在先 被情人挑拨完 还有脸站在道德制高点 指控我 我忍不住冷笑 我拒绝 警赵脸色变了变 把桌上的马克杯扫落在地 发出刺耳声响 如果执意离婚 我不会把抚养权给你 离婚协议被警赵撕了 我带小然搬到公司附近 她很懂事 没追问我 为什么要离开 上上下下帮忙搬东西 不小心摔倒 也没哭 我打开药 将她的腿放在怀里上消炎药 小然憋住红红的脸蛋 忍着痛 以后我们是不是不跟爸爸在一起了 我恩了一声 又问 是不是舍不得 小然埋在我怀里 声音嗡嗡的 比起见到爸爸 我更不想看到她跟妈妈吵架 或许 比起生活在单亲家庭 亲眼见到父母 是成水火的孩子 受到的影响更大 更有一层 身为母亲的 不希望有朝一日埋怨我的孩子 当初都是为了你 妈妈才不离婚 小天才电话手表响了 司空邀请小然到家里吃蛋糕 那也许是她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生日 我们买了蛋糕和礼物上门 两个孩子互相喂蛋糕 搭积木 玩得很开心 司空把蛋糕弄得满身都是 我厚着脸皮 进浴室给思雨搭把手 外面的手机响了 小然按下免提 警照哼哼唧唧的声音出现 老婆 要放哪了 我辣得胃疼 想起顾双发的吃水煮鱼朋友圈 我一脸计较 小然开口了 声音同真中透着真挚 爸爸 妈妈和新爸爸 在浴室忙着呢 你不可以打扰哦 我急忙上前掐了电话 脸有些发烫 胡说什么 我才没胡说 司爸爸帮司空洗澡 换衣服 喂吃饭 不让坏小孩欺负他 可我爸爸从没出现过 害我在幼儿园 被同学笑话 司爸爸不是司空的亲爸爸 都可以保护他 我也想要一个超人司爸爸 不过是幼儿园毕业的孩子 说出这样的心理话时 该是藏了很久的委屈吧 可他为了不让我难过 硬是一个字都没透露 司空被司宇抱了出来 把会游泳的小黄鸭 塞到小然手里 好朋友是可以分享的 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对着司宇沉静如海的目光 我拉上小然落荒而逃 万万没想到 警照会跑来闹事 他对着司宇的脸就是一拳 你竟敢一直觊觎我老婆 司宇看了我一眼 慢条丝里卷起衣袖 嘴角弧度微勾 疏摇 对不起了 他优雅又不失力度地还击 全权精准到位 疼得警照呲牙咧嘴 警照平时不运动 司宇经常带司空 还定期去健身房 两人扭打在一起 但实力悬殊 很快高下立判 眼看落得下风 警照抄起书桌上摆放的名贵艳台 狠狠朝司宇砸去 我急忙上前去挡 被司宇拉到身后护着 他被警照的手肘撞到鼻子 鲜血哗啦啦地流 我吓得把人往洗手肩带 你这是婚类出轨 我回头 一个耳光山巷抱吼的警照 他擦了把嘴角的血 声音委屈 老婆 我伤得更重 你不管我了吗 是 不管了 我递纸巾和窗壳贴给司宇 学长 对不起 给你添麻烦了 你的事 从来都不是麻烦 我有点不知怎么面对司宇 于是鼓起勇气问道 学长 当初为什么帮警照渡过难关 你知道了 公司遭遇危机时 我身怀六甲 警照焦头烂额 每日为了订单 被人耍得团团转 我于心不忍 挺着大肚子求人 还摔了一跤 最后是本地土著梁家主动帮忙 他说 有个远方亲戚愿意合作 价格公道 危机解除 警照从未透露过细节 只是到医院 把养胎的我抱在怀里 思雨目光沉沉看着我 那时 你为了他打了很多保胎针 如果扛不下去 我无法想象后续 一股巨大的暖流袭来 原来世上真的有些人 会默默关心另一些人 譬如司空 譬如我 顾双之问我 为什么打伤警照时 俨然一副成功上位的姿态 水性洋花的女人 居然一脚踏两船 要不是我查到 你跟那个学长关系暧昧 警照还被蒙在鼓里 除了扒别人不识的小道消息 你还会什么 少瞧不起我 我家发财的时候 你跟你妈还住在破巷子里呢 识项点 别占着警太太的名分不放 否则 她靠近我耳边 我道上认识道上兄弟 能让你身败名裂 我阴沉看着她 不肯离婚的人是警照 连我净身出户都不答应 她三代单传 对孩子看得很重 除非你怀孕了 不然别想取而代之 顾双狡黠一笑 等着瞧 警照出现时 不休蝙蝠 伤口马虎处理 样子很委屈 老婆 我伤口疼 心更疼 你怎么能关心另一个男人 不理我 你不在家的日子 阿姨把衣服放得乱糟糟 汤的味道也不对 以前 警照只顾读书 婆婆包揽 全部家务 婚后 她的一切 变成我来打点 说是生活巨婴 一点不为过 但人真的是奇怪生物 明明需要一个 悉心照料的伴侣 在拥有时 却全然不珍惜 就像一块就抹布 需要时拿来擦一擦 不用时 就随意扔在嘎啦角 警照像是喝了酒 叙叙叨叨说着这些年 为什么我们的感情会变淡 我忙着赚钱是一方面 但你没错吗 当妈后 你的大部分精力给了儿子 先是分房 到后来 去哪都多了个年人包 平淡的生活 磨平了我对你的喜欢 在面对刺激和诱惑时 我身心才忍不住出走 我愕然 瓦是我生的 叶是我熬的 奶是我喂的 尿片是我换的 心是我操碎的 被孩子拴住的我 牺牲自己 成全他的自由 到头来 还被指责 把精力放在孩子身上 导致夫妻感情变淡 呵呵 男人致死是少年 我气把警照推出门 让他滚得远远的 结婚是为了有人疼 而不是受了委屈 自己咽 一枕头 眼泪自己擦 天有人阴魂不散 儿子入学时 老师特意感谢了 给学校捐赠 新多媒体设备的警总 大家一下子知道 小然有个当大老板的爸爸 警照把手扶在我腰上 老婆 你不是老抱怨 我不陪儿子吗 现在看谁敢欺负他 顾双把警照 带进止最金迷的世界后 他变得很物质 我一把将人推开 你爆发护士 炫富的嘴脸 好恶心 不然怎么办 你硬带儿子离开 可是你走得越久 我越发现自己爱你 宿醉了想喝你煮的醒酒汤 胃疼了想你陪我去医院 每天晚上想你想的睡不着 我不接他的话 冷漠到 直到胃不好 就少跟别人吃水煮鱼 脑子不好 还能去精神科看看 别人睡过的丈夫 我嫌恶心 警照攥住我的两只手腕 抵在胸前 那你呢 搬出去 难道不是为了跟旧情人约会 啪 一记响亮的耳光落在他脸上 警照 你龌龊 别把人家想得跟你一样脏 时间是好东西 付出在哪 收获就在哪 我在私域公司好好工作 对外没隐瞒 自己是警太太 从中获得不少资源 警照很要面子 尽管包养了顾霜 但从未待他出现在公开场合 除了仗着过去的身份对我叫嚣 那只色力内忍的母狗 不敢忤逆警照 暴露小三身份 见我没有否认警太太的身份 警照以为我总有一天会回家 错了 我只是废物利用 我不仅要重新在社会谋得一席之地 还要深入警示内部 从当初被我提拔的财务手里 了解警照 财产状况和重要客户资料 确保他没有转移财产 以及精确计算 他为顾霜花了多少钱 小然似乎更喜欢忙碌的我 他说同学羡慕他 有个精神器很好 打扮得干练漂亮的妈妈 那天加完班 我看见趾高气扬的顾霜 他把一张运简单扬到我面前 我怀孕了 你老公的 我的唇角 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弧度 那又怎样 需要我用大喇叭宣传 你是不要脸的小三吗 哼 我早说过 你这个穷鬼 是我的手下败价 以前是 现在更是 那你找我干什么 让警照离婚娶你就好了 他咬咬唇 都不知你给他灌了什么 迷魂汤 他竟然叫我生下儿子给你养 然后离开 我的三观碎裂一地 或许 警照对顾霜 未必是真爱 只是征服欲在作祟 正如警照坦白地 将霸凌过他的人压在身下 有种抱负的快感 说到底 他爱的人只有自己 我跟警照约在一家 老牌云吞店见面 那是我们以前 每年都去的地方 有我爱吃的 鲜虾云吞 创业最难的时候 我们窝在地下室吃泡面 半个月粘不到荤腥 警照说 等他有钱了 天天带我下馆子 鲜虾云吞吃一碗 剩一碗 倒一碗 我笑他膨胀了 食物也浪费 他呱呱我鼻子 人的欲望要足够大 梦想才能实现 可如今什么都有了 人却走散了 他故意穿上我买的衬衫 轻瘦挺拔 有几分当年清冷学霸的影子 口齿伶俐的老板娘 端来云吞 热情推荐新出的红油超手 看来不仅老板换了 菜系也换了 警照点了一份 我只埋头吃我的鲜虾云吞 要不要尝尝我的 很辣很够味 我摇头 我还是喜欢清淡口味 不过 你不一样了 变得跟固霜一样 无辣不欢 警照的筷子掉落在地 手摸到胃的位置 额脚渗出细微冷汗 我不像过去那样 关心她是不是不舒服 要走了 何必生出羁绊 她抓住我的手 书摇 我接纳好不好 为了你我什么都能做的 有些东西变了就是变了 回不去的 顾霜怀孕了 你得给她一个交代 虽然我不喜欢她 孩子是无辜的 警照的手无力垂下 我的神情没有一丝运怒 而是平静跟她说起 当初打了五百只保胎 真的是 那会 你忙着给公司筹钱 不知道我天天怕得要死 担心宝宝活不了 婆婆看到我 亲子硕大的肚皮 一次次想让你回来陪伴 但我拒绝了 让她报喜不报忧 免得让你担心 所以 抚养权能不能给我 那次之后 医生说我以后 很难有孩子了 警照终于答应离婚 顾霜欣喜若狂 以我多年不工作为由 逼我带儿子净身出户 我不动声色 给警照快递一盒婆婆生前爱吃的艾草糕 警照正住了 她跟婆婆相依为命 骨子里很孝顺 然而 在亲妈病入膏肓时 正是公司遇到机会和挑战的时候 身为掌舵人 她不得不扛起大旗 连婆婆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后来 族人告诉她 那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临终前的话 就是告诫警照 我是顶好的儿媳 让她一辈子不许付我 可惜 人间到群花烂漫 心意稍不坚定 就被勾引 家里的房子留给了我和儿子 另外 给了存款一百万 对警照如今的身价来说 算得上是毛毛雨了 顾双不依不饶 挺着肚子 缠着警照看房 要求买别墅 写在她名下 才能作罢 可惜 没能得意多久 在顾双迫不及待宣布 跟警照的恋情后 大量关于她的黑料 在圈子传了出来 有为了订单 睡七十岁老头的 也有为了打击对手 故意栽赃陷害的 连她在学生时代 在动物园被小孩踩一脚 把人扇得耳聋的霸凌事件 都有 顾双气疯了 这可是她花了好多钱 才藏住的黑料 就这么突如其来浮出水面 顾双逼着警照 告我污蔑 在见面 她高大的身躯 塌陷不少 看来是迟于遭殃 不但被人嘲笑 订单还丢了不少 书瑶 你也是当妈的人 能不能看在 双双怀孕的份上放手 我笑出眼泪 我怀孕的时候 老公天天不在家 顾双的命真好 受了委屈 马上有人出头 警照僵硬站着 眼睛懊悔地望着我 对不起 我那时候忙 我递过去一个文件带 先别道歉 看完这个不生气 咱们就当扯平 她看着自己的体检报告 目光震惊 你是说 我得了若惊 这是你设的局 就为了把儿子 从我身边带走 我耸耸肩 我可没逼你 跟别的女人上床 男人狠起心来 翻脸比翻书还快 警照质问 顾双怀了谁的孩子 他一口咬定是他的 还污蔑体检报告 是我伪造的 两人去了权威医院 不但发现 我说的都是事实 而且顺道查出不少脏病 警照断了顾双 所有经济来源 无奈 他只能承认 是道上兄弟的 作为交易 等孩子长大 那兄弟还会干掉 我和小然 好继承警照的巨额财产 警照气疯了 他自尊心爆裂 发了狠一样 把顾双往死里打 这下 不但连孩子都保不住 还失去了生育能力 昔日被陷害过的人 纷纷出手 顾双找不到工作 活得不如过街老鼠 道上兄弟不乐意了 为了报复杀子仇人 骑摩托把警照撞成残废 最后 一个打输住院 一个打赢坐牢 我去医院时 警照狼狈不堪 老婆 你终于舍得见我了 说明你心里是有我的 他如今半死不活 这辈子又不能生育 主动提出多给我五十万 让我回公司帮忙 以后要是儿子孝顺 公司交给他打理 我不想和他多说废话 托我的福 警照公司被私语蚕食不少 但私语不肯独吞 硬要给我股份 谁稀罕警照的撒瓜俩枣 还得用我的时间 和儿子的孝心来换 自己赚钱买花带不香吗 我没有废话 掏出文件 让他一起追回 花在顾双身上的钱 必须让他赔到一无所有 负债度日 警照抬头朝我看了一眼 你对他赶尽杀绝 也一定非常恨我吧 我没有回答 冷漠的表情说明了一切 他摧毁了我对婚姻的信任 也让我渴望给孩子 一个健全快乐家庭的梦想破灭 难道不该付出代价吗 我决然离去时 警照在那一刻流露出绝望 朝夕相处 我跟思语走得越来越近 能聊的话题越来越多 小然很喜欢 也很崇拜他 一个在商场雷厉风行的男人 回家也会洗手做羹汤 为家人准备一桌美味佳肴 看 有时真不是时间问题 而是责任使然 思雨跟我表白过 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你 觉得你善良 会为别人着想 但那时 你身边已有了其他人 我只能默默守护 现在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我举棋不定 失败婚姻给了我太痛的人生体验 何况 我已婚 她未婚 这样似乎有些不公平 直到司空离开这个可爱的世界 思语把自己关在家里 我跟小然很担心 放学时 她举着美术课上画的星空 迫不及待送给思雨 但在校门口 一辆帽式的车别倒了她 下车的魁梧壮汉 一个劲骂小然没长眼睛 我赶到学校时 思雨接到电话 先一步赶来 她冷冷看着对方 要求对方道歉 不然等着收律师函 壮汉简直滑贵 小然站在思雨身边 有着充足安全感 我想 人和人之间 或许是不同的 上车后 小然邀功般拿出星空图 告诉我们 司空回到了属于她的蓝色星球 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 许多人和事 就该在遇见时珍惜 不然一眨年就是宇宙光年 小然看了看思雨 又看向我 司爸爸 妈妈 你们干嘛一直看着对方 咦 妈妈 你脸红了 霓虹在停靠的车外 静静闪烁 两只温暖的手 正放在落满星空的画下 紧紧相扣 番外 我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在医院看见 坐在轮椅上的警照 她是来看严重胃病的 没了我的细心照顾 她的生活一塌糊涂 紧照的视线 落在我隆起的小腹上时 脑门青筋突起 表情痛苦 书摇 你不是说不能生了吗 我苦涩笑了笑 她很愤怒 可丧家之犬又能如何 想见儿子 还得看我心情好不好呢 警照泄了一口气 人生如其 真是一不错 不不错 是啊 有些红线是踩不得的 被判遭康妻 是会遭到报应的哦 我没有停留 思雨过来了 小心翼翼扶我上车 自打怀孕后 她把出差的工作 丢给副总 将我当公主照顾 回家路上 她碎碎念 医生说你血糖有点高 不许偷吃糖了 晚上跟我多去散步 今晚做你爱吃的红烧排骨 还给小然准备了榴莲菊龙虾 我已在爷俩细心准备的软垫上 被浓浓的幸福感包围 看着思雨努力控制着平稳车速 唯恐我受到半点颠簸 脑海中浮现一句话 女孩年轻时想嫁给爱情 长大想嫁给金钱 成熟了才知道 自己要嫁的是人品和涵养 是责任与担当 幸运的是 我终于从数不尽的宇宙星空 找到最耀眼的那颗行星 让你开心 我终于从尔丹 同网上